说到印度这个国家,咱们有的人是抱有嫌弃的态度,觉得印度是一个比较混乱,环境差,秩序也不好的地方,但是有的人想到的是它是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可见印度历史文化深度是摆在那儿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否则的就是,印度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两类人生活在完全独立和隔离的生活圈, 而且印度的贫困人口也是很多的,但是因为全球旅游业发展趋势,印度平民们也沾到了一点点头,而这也让很多印度人,也开始渐渐抖出国门,原本印度很多人对于中国的态度都是人为中国一点也不发达 但是,有道听途说,了解到中国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于是怀着这份疑惑更好奇,一些印度人就会千里悄悄赶到中国来旅游 在印度很多人们的心里,中国人都是不如印度人富有的,加上富人和富人都是经常相处在一起的,大家眼里脑子里都是富有和金钱,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 所以很多人印度人印象中的中国可能只是比他们自己国家的平民区要好那么一点点吧 但是真正到过中国的印度人表示,中国超出了他的现象太多了 很多印度人到中国来旅游,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四处观望,并且一脸疑惑的样子 不知道是在找什么,当他们问起路上的中国人,中国人在哪里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就能大概明白了 我们都知道,在印度,很多地方的厕所,都是在大街上的露天厕所 很多人当地人都是在街上随便上厕所的,但是中国都是室内的各个厕所 可能印度人还不知道吧,之前还看有印度网民在网上吐槽,说中国看上去很发达的样子 怎么路上连个公共厕所都没有,是真的发达吗?看到这个真是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大家怎么看大印度人的这种想法呢?感谢您阅读本文,点个关注不会迷路哦 本文图片君,如有,请联系删除 谢谢,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